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你以为注重脸部的保养就OK了吗 除了脸 最重要的就是一口好牙 跨界歌王中 刘涛唱歌的时候 全身上下最亮的其实就是那口大白牙 他在直播上也不忘秀一秀自己的大白牙 不过在直播秀完牙之后 刘涛立马去微博打脸 哭诉做牙太痛苦 劝大家不要去做美容牙 相比刘涛的这口牙 赵薇的牙绝对是反面教材 据说他花了十多万换了全牙 还做了两回 但这效果就扑街了 魏晨也是用力过猛的典型代表 原谅我只看到了明皇网的两排大牙套 相比之下 以前的色差正常多了 张不知当年的牙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是不怎么白的 门牙也不齐 后来花40万港币做了全口 但是以前笑起来牙床还能遮着 现在就一目了然了 范冰冰刚出道时 牙齿还不齐 门牙朝外 现在做了考慈牙 配上大红唇 女神的方法就有了 李心如早期的两片黄板牙 实在拉眼睛 后来估了牙套之后就整齐多了 早期的高圆圆 牙齿也不齐 需要估牙套 整了牙之后 嘴也变大了 笑起来牙齿太强劲 其实王俊凯 其实王俊凯也在偷偷的整牙齿哦 只不过人家弄的是透明的牙套 各位宝宝 是不是应该从今天开始好好刷牙呢